中央县长为民谷上任之后 以打造幸福城市为目标 不论是绿能、食安、治安或者是观光等等 各项的政策都有卓越的表现 像是去年的行政院食安计划竞赛 就获得全国县市组的第一名 而另外呢 治安连续十年 荣获内政部社区治安评鉴特优 至于持续推动的 陆港国家历史风景区计划 也赢得中央部会的支持 这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亮眼 在彰化县长为民谷的带领下 彰化县政府除积极招商 努力打造绿色大县 获得经济部肯定单一服务窗口 与排除投资障碍表现优异 得到中央奖励金1650万元 此外在食安、治安及观光等各方面的政策 也都深获中央肯定 像是去年度应积极推动食安年 今年在行政院全国食安计划竞赛中 便获得县市组第一名的殊荣 我们彰化县政府以及彰化县卫生局 对食品的安全 以及我们消费者申诉的一个措施 也都能够获得到我们卫福部的评鉴 全国各县市荣获第一名 我们也获得了7000多万的奖金 我们在这里表示感谢 那也很感谢我们彰化县的县民 大家全力的支持跟配合 另外 彰化县政府对社区治安也相当重视 今年已经连续10年 获得逆政部社区治安评鉴特优奖的殊荣 中央县警察局在全国治安的评鉴 社区治安评鉴连续获得10年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中央县的相对的地方的治安 社区的治安的维护以及跟巡守队的投入 都能够获得我们行政院以及内政部及警政署 三个单位的青睐 尤其彰化县政府在观光的推动上更是不遗余力 除打造最近相当热门 全台最长的八卦山天空步道 也逐步推动入港国家历史风景区 无论在交通文化观光等各个层面的规划都相当深入 获得行政院核定六年六十亿的经费补助 那我们现在在积极打造陆港夜间的观光 夜间龙桌塞以及陆港补给区 还有文武庙天后宫龙山市 我们都要改成夜间的观光 那我们旧的陆港西 我们预计要花六亿来整治 让陆港天后宫前面的旧陆港西 能够再造历史现场 除了这样以外我们也投资了三亿 要在陆港建立客运的转运站 那所有的三合院以及老屋 我们都要改成民宿 而且也会给他五十万的补助 自掌华县长为民股上任后 掌华县在各领域的发展都相当迅速 县长为民股也表示会继续努力 为县民打造幸福大县 记者从新一掌华县采访报道 稍后 好